歡迎大家收聽Play by Air 我是CM 今集請到一位我認識很多年的朋友Lawrence Choi 他是一位鼓手 我作為一個Bass Player 其實跟鼓手經常有一種莫名的默契 剛剛入行的時候 跟Lawrence一起做很多不同類型的大大小小的演出 當時一起做婚禮、商務晚宴、演唱會、一起走浮 近年他經營自己的錄音室都做得非常成功 亦是一個我經常會去錄鼓或其他樂器的地方 Lawrence是一個很經驗豐富的音樂人 但其實除了音樂以外 他還有很多多姿多楚的經歷 所以很想借這個機會請他和大家逐一分享 事不宜遲,我們開始吧 多謝你,Lawrence 多謝你,CM 沒什麼人邀請我 通常我邀請人 你也訪問得多了 十歲開始彈琴 十八歲開始打鼓 二十一歲就參加Yamaha HR Beat的Band比賽 連續兩屆獲得最佳鼓手獎項 在科大的計算機工程系畢業後 入行成為全職鼓手 曾經參與大型演唱會、音樂會超過幾百場 2012年開始經營GIG Studio 提供實體及遙距的錄音服務 曾經參與兩行錄音超過一千首 有什麼補充? 呃...面那一陣 不是說有什麼厲害的東西 只是我覺得人有很多大小小的故事 你現在又叫我由頭想回自己人生 其實是好事 我久不久都轉頭想 不過我自己就想回十歲開始學彈琴 那你家人是否一個很有音樂性的家人 絕對不是 是一個很正常的家庭 我爸爸媽媽都完全不懂音樂 如果是很懂音樂 你應該不會十歲才彈琴 你應該兩歲才開始彈琴 是 那你為什麼十歲才會彈琴 因為其實我屋邨有個琴行 媽媽有時候看到樓下有個琴行 就問我學不學 因為通常我們那時候還是說 女生才學彈鋼琴 男生偏少一點 不過我媽媽有個好處 她就問我 特別 不是那麼平常 男生才能琴這件事 那時候 現在就很多 都沒有說分 那時候因為通常琴行 全部都是小妹妹 而且已經是很小 我那時候已經是 差不多八九歲 已經開始問我 我那時候又沒有什麼做 就問我 我就試一下 四五年級 十歲 因為我去到琴行已經是偏大 看到那些是幾歲的 我已經變成大哥哥去學 我十歲去到已經覺得很遲入學 超齡 沒錯 跟一些老師說 有很多很有天分 就是perfect pitch 或者小時候已經彈到 小磅不知怎樣 已經考完八級 六歲考完八級 有些也有些 很可怕 三歲已經有perfect pitch 按到琴上 全都說出來 有那些 我是什麼都沒有 不過我自己喜歡 那時候彈 我媽媽也算很疼我 雖然我們家境不算好 住屋邨 你知道屋邨 擺一部鋼琴也不容易 不會有套房 那時候 我媽媽也硬在廳上擺一部琴 我爸爸也不反對 都很幸運 我妹妹也很忍若 你知道 練scale會很悶 你不是很流暢的歌 基本上 對其他人 甚至鄰居來說 是一個困擾 要忍耐的 不過幸好不是小磅琴 鋼琴 小磅琴比鋼琴更嚴重 不是先聽音樂 而是先看譜 看譜的有個好處 就是令到我小時候有一個看譜的訓練 一次過看兩條五線譜 左右手 對我將來有很大的幫助 而且小時候對巴克 莫扎特的旋律 自己也挺入腦的 我自己覺得 我小時候是比較素理的人 因為我小時候已經是天生 我小時候就不吃早餐 然後儲了錢 就買一些素理書 和IQ書 我講的是六歲 六歲我要儲齊書局裡面 即是旗安101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 有這麼一年多的應該知道 然後所有的旗安書我一定會買 即是逢你問問題 然後還有素理書我也有買 我想我三四年班已經是 組一個立體的俄羅斯方法 正常俄羅斯是四顆 我是那些六顆七顆 拼了一大塊 十二乘十二 十二的立體方法 即是很喜歡素理 即是圖書館再者 本身是素理的人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因為我覺得偏向我這麼素理 但是音樂 學鋼琴 令到我慢慢接觸在旋律上面 在我感性上面 是有所提升的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本身 不是一個情感那麼豐富的人 但是我開始彈鋼琴 慢慢令到我可以自己一個 在一個琴室裡面 慢慢去接觸旋律 我去彈鋼琴會哭 哇 小小時候 我覺得這首歌真的很好聽 彈到真的會有眼淚流出來 我覺得也很驚訝 或者上天都給我彌補我 這方面比較不足的 也不是的 可能你這麼小時候還未開發 也可能是的 不過我也覺得 人是偏向理性和感性 我是偏向理性的 所以我彈琴去到蕭邦 多少年音 我就開始有點惆怒 但是你說 Bark 或者莫扎迪那些 他全部都是比較reformate 16 note 那些 算到的 不是那些 比如去到蕭邦 很感性 接著一拍是有11年音 我簡直是不懂功能 11年音 那怎麼辦 有三拍 三拍 左手就彈 上天是11年音 我突然間不懂功能 很明顯我是一個數理人 如果不是數理人 其實那11年音 很感情地彈下來 我其實都幾 因為你計不到那11年音 你很難很準確地告訴你 我應該第幾拍 第幾分幾拍 是的 我偏向16 note 所以那時候 家長都會說 有些小小的演奏會 我一個一個選 然後老師都會說 你都比較節奏型 不如你彈一些比較 exciting reformate 那些 靜的 我都覺得是偏向那些 所以小小都知道自己的節奏感 比較擅長一點 關於一些數理的事情 另外就是 我對classical music 剛才我想說 classical music 是偏向看譜 我覺得 這個訓練反而有些不足 因為我自己覺得 以前 或者可能我家境 令到我學 classical music 我不是聽了音樂 我才彈音樂 我只是看譜 對於我來說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 反而不是很健康 在音樂的營養上 不是說classical music 沒有營養 是我的學習 classical music 我認為 你彈音樂 你應該要聽了音樂 你應該會進步得快些 那時候 當然不是說 現在你有手機 你馬上聽到 手機什麼 pieces 不是 以前都是靠 就算在圖書館 也不是真的 借到 你去學那首歌 你去到圖書館 借到音樂來聽 我又未去到那麼神心 或者那麼懂得 那個skills 或者沒有這個學習方式 通常都是靠 老師彈一次給我聽 你知道 老師也有限量 或者他不可能 每天在我家 彈一次給我聽 所以我自己覺得 classical music 不是很刺激 也有很大可能 就是我 學classical music 好像一般人 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 靠體譜去學習classical music 我自己覺得 這個學習方式 對我來說 是一般 所以 去到中學 我聽流行曲 聽流行曲 那時候 我那個年份 是四大天王 小時候 買了CD 百多元很貴 那時候百多元 買了CD已經很難 都照樣買 一次過 從頭到尾 就不斷播放 買一個Dismond 就不斷播放 但是很貴 那時候 很辛苦才能買一隻 但是你聽到 那些東西會很仔細 真的很矜貴 所以那時候 流行曲 給我的影響 又多了 就不只是 在旋律上面 因為 Casical 你看譜 旋律你怎麼都聽到 最主要是旋律 但是可以聽到 其他樂器 配戲上面 開始 在說哪一首流行曲 不會跟你說 摩扎特哪一部分 所以 我也明白 為什麼 家長會被小朋友 圍著什麼同學 絕對影響到 那些全部都吃賴天和 買條牛仔褲 出去哪裏流冰 不是說 去哪個文化中心 去哪個圖書館看書 我在這個環境長大 可能我就偏向 POP MUSIC影響我多一點 心想要是去盡一點 要是 我身邊圍著很多ROCK 更好 不過 雖然我媽媽這樣 去推我學鋼琴 這是一件好事 另外我爸爸 他也很喜歡聽歌 有一個好處 很小時候 就買些黑膠疊回來 聽那些菜琴 菜琴是無法到我 他一播菜琴 我就 哎呀 為什麼那女人 經常在唱 夜晚聽 聽他的聲音 聽他的聲音 那時候是這樣的 也有以前那些 但最Hit到我 都是因為他 他買了幾個錄音帶 Cassette 最Hit到我 都是Michael Jackson 和Madonna 然後還有Alba Bony M Rhythmic 這些東西 也是記住在我腦裡 然後 我最大一點 我爸爸開始玩音響 然後 開始玩CD 街景又好一點 搬了大一點 大一點的房子 整個廳 給我爸爸 玩音響 那時候用LD機 他開始買了很多CD 然後 開始買Deep Purple 買Deep Purple 他本身是喜歡聽這些 還是什麼都聽一下 是怎樣的 我想現在我就明白我爸爸 因為爸爸 他實際上沒有錢 然後 他長大了 就很想 他永遠去聽的歌 例如Beatles 或者CCR 那些 比較的Band 他自己喜歡的貓王 他小小就沒有錢買 他長大了 他就很想沉迷 追回以前 他不能擁有的音樂 他只是收音機聽 或者同學喜歡聽 或者他很喜歡聽 不過可能用電影帶 或是怎樣都好 那開始會聽CD 就買了那些碟 那時候 他就買了一支 Dep Purple 我想他自己 個人不是很喜歡 Dep Purple 他也是聽別人說 他不是一個Rock友 我爸爸 我就是想問這個問題 他不是Rock友 但他聽到 他覺得挺有趣 因為Dep Purple 出名 你再問深一點 可能他就不清楚 可能出名 他已經買完了 Dep Purple 他就播了 那一開始就在那裡 我最記得 他就說 阿仔你聽聽 嘩 那個曲多清楚 多有趣 然後我說 很吵 就關掉他 我很討厭 那些Rock Band 你明白嗎 因為我本來是彈琴 先的 那你就喜歡一些 旋律優美的 那些 即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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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到 我接受不了 然後又播一些Betols 早期好聽 早期Betols 那些 船律好聽 後期那些什麼音樂 不喜歡 都不是那麼好 即是那些 船律 船律性 是沒有 早期那樣 即是明顯 不是正不正 大個式不是 大個式 後期那些 嘩 那件事又不同了 那 所以 我又不太喜歡 我爸爸來玩喇叭 很吵 但誰知道 大過了就做了他的事 哈哈哈哈 所以有時候 真的很多事情 潛言密化 那 學到七級到 台琴 考完試之後 我不行了 即是我中學的時候 已經 已經 即是pop music 才能打到我 我不想 我不想再彈 classical music 那 停了一年左右 那 就發覺 中學 就有 學校有些師兄 就 就來表演打鼓 即是有些 歌唱比賽 後面有一隊Bang 那時候很厲害 那時候 在我年份 有Bang 是很厲害的 即是不同現在 這樣 接著有人來表演 接著我做MC 他就叫我 不如試一下 咦 我看得多有趣 就走上去碰碰一下 接著他叫我做一些動作 我也做到 因為彈琴 你踩peddle也好 你左右協調 其實四肢也有少少協調 即是左腳踏拍子 即是彈琴 叫我試 基本上他叫我做的 我也很快做得到 接著他就說 你好像還可以 不如你找你學 既然我停了彈琴 不如試試學打鼓 接著就 在我教琴的地方 那裡Bang 房 剛剛弄了一個鼓房 也挺噁心的 通常是鋼琴 你知道大機構的鋼琴 是不會弄Bang 房 那時候 算是小琴行 那個老闆又喜歡夾Bang 那裡有個 教打鼓的老師 然後那個老闆就說 你想學打鼓嗎 那好吧 我那邊我不收你 你只給導師 那麼好 又便宜又正 又有地方給我練 因為我懂得看譜 那個老師教我一堂之後 他又不拿一本書走 放在那裡 然後 你自己擲 我自己擲 好像小小偷看 偷看某些書 哈哈哈哈 好鬼祟 趁沒有人 然後拿一些書來看完 然後拿去練 很快就練了兩個月 我已經 好像學了八堂 然後我覺得 基本上 我都預計到他想教什麼 然後就試一下 跟其他老師 然後開始看Bang Show 那時候 教會有些人說想夾Bang 然後就開始喜歡打鼓 另外鋼琴那邊是沒有放棄的 那時候 剛剛那個時候 教會 剛剛說一些Cord 不只是跟著那本聖詩彈 開始 都流行音樂化了 變成鋼琴會說Cord 不只是四步 還有不只是唱那些豬能勾 是的 已經是開始有些近代一點的 pop一點的 然後我就試一下鋼琴 所以我大學一邊是打鼓 我大學那時候 那時候沒有什麼想將來的 其實都是 那時候選了電腦 其實後來上去就覺得自己完全沒有興趣 讀中學期之後 我就每天每天都在股房裡練鼓 那時候在科大 他們有個股房 我長期在那裡報 每天都在那裡報 那天姐姐已經熟悉到我 因為我可以有些叫撿雞 即是說那個人遲了十分鐘不來 那間房間我就會放棄 所以那時候早上八點吃早餐 九點就在那裡報 因為我一個人每天只可以預約一個小時 其實你這麼大間大學 一個人一天預約一個小時 其實都很奢侈 已經是很好的 以那些分配來說 但是他有這樣的規定 那我就會撿雞 通常我早上九點到十點 九點到十二點 其實都不是那麼多人來 因為始終沒有那麼神心 那我就每天去練鼓 那很快已經斷定了自己 不如不要做電腦 因為我真的對著電腦 跟我的性格有點不同 當初選擇 以為很有興趣 但是你讀下 要你debug 天天晚上對著電腦 坐著電腦 不像我這麼Active 即性格這麼Active 我靜靜地坐著 那就是對著電腦整晚 我覺得是一個 煎熬來的 後來就決定 算了 我也挺放棄 但是媽媽就叫我 你怎樣都 先讀下Degree 我沒有錢給你去外國讀 因為我們打鼓的 你去美國讀 那時候哪有這麼好經濟環境 那就是靠自己 所以在大學 盡量調整電腦科 最快的途徑 總之最快畢業 是的 但是我也挺勤力練打鼓 一天都練了好幾個小時 因為早上盡量練兩三個小時 然後去上課 上課之後 晚上 可能六七點左右 然後我又報到 報告股峰 我報到十點 中間有些我打不到 不是說全部可以打完 但是一天都打幾個小時 還有圖書館有幾多GS的碟 GS的CD可以借 然後我自己買了碟 那時候還是用碟或者AMD的時期 也燒了很多AMD 我買了很多錄影帶回來 那時候就是VHS的那些 他們打鼓帶 自己去自學 或者跟別人研究一下 那時候銳耳畢畢業之後 就成為全職孤手 畢業之後 在旺角做了一個股房 就像是教打鼓 在學校有些學生 在外面有些學生 那就慢慢 那時候銳耳想做全職孤手 某一個概念 心目中想成為那件事 是怎樣跟你在後來 做的有沒有什麼不同 就是剛剛畢業的時候 有一件事我自己都覺得 挺清晰的 就是我 我都 教打鼓是OK的 但是我知道教打鼓 不是我最終的目標 我最想做演員 或者做製作者 所以 譬如說我當初出來 要賺錢 那我去不同的學校教 非洲股 因為非洲股 團體收入又好些 又穩定 在學校教 另外自己又收一些私人學生 那就參加了比賽 那兩年贏了獎項 確實是挺重要的 因為令到行內有些人認識我 接著就開始組樂隊 所以為何要曝光呢 我覺得一個樂手 某程度上真的需要曝光 好像覺得 跟拍拖一樣 你一定要曝光 白馬王子 或者白雪公主 是不會無端端敲門在你面前 除非你很有個人之處 人家真的要來找你 或者漂亮得天鮮感 人家就敲門 但如果不是的話 我覺得作為一個樂手 作為一個音樂人 其實就等於 你自己控制一個音樂業務 你怎樣去公開自己 你怎樣去市場 你怎樣去市場 你怎樣去營運 其實都是需要去思考的一件事 即是你很早已經當這是一件事 而不是純粹我很喜歡打鼓 我只要打鼓 有些人是這樣的 其實都是慢慢形狀出來的 慢慢形狀出來 一開始都不知道自己 一個音樂人的 是甚麼 其實都不知道 慢慢摸回來 其實當中都是 不斷去摸索 我也覺得音樂這條路 絕對不是你天生 當然有很多人很有天分 但我覺得自己 一開始都是麻木喜歡打鼓 我覺得是有些分別的 因為我覺得 究竟你先喜歡音樂 還是先喜歡那件樂器 我想都會有分別的 因為你是靠樂器去認識音樂 當初我很明顯 我真的喜歡那件樂器 覺得很好玩 然後才慢慢認識音樂 我覺得作為一個音樂人 你無論如何都要兩面都要走 你不可以只懂樂器 你不懂音樂 有些人從小到大聽很多音樂 但你要拿回樂器的技術 你又要做 所以我是很缺乏 反而是在打鼓所有音樂 我沒有留意 我只是覺得打鼓好玩 打鼓好玩 就打鼓了 變得比較技術 我記得 初初我們 我們小時候 做很多 其實我和Lauren 認識了很多年 我們差不多同期 都一起成長 我覺得大家 我們當時做很多 婚禮 Annual Dinner 有些我們現在還在說 有些趣事 我印象中 你是一個 給別人的印象 是一個挺技術性的鼓手 所以每個人成長背景是不同的 你的樣份是不同的 所以你要清楚自己 究竟你是 偏向什麼樣份比較多 其實你不需要做 all around 但如果我們做 出題來做 Section Drummer 其實就是需要什麼都要認知 如果你是做一個很artistic的 Drummer 想起這個風格 一定是Laurence 一定是CM 我覺得你可以只有一尾 只有一尾 要很尊重 很尊重 但我很早已經是想 靠這個performing 或者靠你 production 維生 講維生 就是說你主要收入是靠那樣 不是靠 我八成時間是教打鼓 就是做music teacher 但是你perform時間只有兩成 那我就覺得 我很快已經是確定到不行 我一定要起碼 佔我一半以上 都是要performing 或者做recording 或者production 為我最重要 才為之 在我人生目標裡 追求我的musician life 是這樣的 所以我不斷向這個高去進發 所以我一開始 因為我學校有很多jazz 還有我圍著很多人 其實我一開始是教Beyond 然後教一些比較metallica 一陣子 很快就覺得 我買了一套鼓奏 他相信是fusion 覺得fusion很帥 不如轉換fusion 轉換fusion之後 慢慢又覺得 fusion不夠jazz bebop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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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才高深難 然後 那些高深的東西 無論如何都要轉換 我便要轉換 我便開始轉換 就是jazz 那些東西 後來發覺something is missing 你出來做事 原來發覺 jazz和拉丁 沒錯你是喜歡 但喜歡的東西 和你真真正正 市場需要的東西是不同的 所以當中 我是一個很大的轉折點 究竟我是選擇 我追求我喜歡 我當時認為喜歡的音樂 jazz和fusion 拉丁 還是我追求一些pop rock 比較常用 這個市場比較需要你去做好 這個music style 的drummer 後來想想想 目標為本 我要靠他為主要收入 決定還是要做好些pop rock 那些方面的事情 我又配合一些rock band 我配合幾對rock band 又來補回 因為我最記得 第一個監製去找我錄製 我試了鼓之後 那時候你是不是打jazz為主 他說 我一聽你的touch 已經是知道 所以那時候第一次 錄音section 對我來講影響幾大 因為就是影響到我 那個 究竟我最重要的決定 人生交叉點最決定 究竟我不是繼續鑽研這件事 當然我繼續鑽研jazz和fusion 可能我又 成為另外一個style的drummer 但這件事可以令到 後來讓我 又會 去pop rock 做好些 其實都挺重要的 其實我覺得 作為一個all around的drummer 其實 pop rock 很強 其實你又要轉圈 轉圈 jazz和lighting 我覺得 作為一個session drummer 你真的什麼都要懂 一些 去應付 為止 所以我覺得 無論你是走哪個方向 你作為一個session drummer 其實你都要all around 你什麼都要走 也有好處 因為我開始接觸 音樂的種類 就多了 風格多了 慢慢又開始 要聽到pop rock 又要聽到一些 這些音樂養份 都是透過我一邊做 一邊去學多一些 所以你說我從小到大 聽很多jazz和lighting 或者聽很多pop rock 或者rock band metal band 我絕對不是 所以其實在我小時候 我認為 我都鼓勵一些 家長也好 小朋友也好 可以小時候去聽多些 不同類型的音樂是好的 不過現在你說 你看到一個streaming 看到一個app 你已經聽到很多類型的音樂 其實是很幸福的 不過現在 反過來想 究竟怎樣選擇 多到怎樣選擇 不過我那時候 在不同的job 裏面 我不斷去 不斷去學習不同的音樂樂型 需要什麼東西 有什麼特點 之後 你接觸流行曲 做很多演唱會 和歌手做演唱會 你更加知道 其實你怎樣把這個style 你玩到真是很 Jazz 原來在演唱裏面 在流行曲的contact 不是要那種東西 對 所以要懂得 如果你有少少 有少少progressive rock 如果你真的玩到很progressive rock 又會覺得不適合 所以不斷做難的音樂 是令到 你的music language 在你的崗位上面 是更加 形成靈角 你更加smooth 其實是需要時間去浸 所以我很喜歡在工作裏面 所以我很喜歡用音樂 音樂工作 我自己一個人 真的很喜歡 因為你get the job done 和你接觸的東西又多 和懂得跟別人溝通 你又有曝光率 又有收入 亦都和不同的musician合作 當中有不同的交流 所以我覺得 作為一個音樂 接一個音樂工作 我不覺得是 只是收入 就是很多事情 很多experience 使你形成為一個batter musician 其實很重要 亦都要不斷檢討 之前做得不太好 或者演唱會做得不太好 或者和別人溝通不太好 或者你 或者你本身的技術上 為什麼會做 如何處理錯誤 這些事情 都是不斷接觸不同的job 不斷累積的事情 我覺得這些是十分之重要 我覺得是十分 在我音樂生活中是很重要 會不會太多音樂的事情 對嗎 其實很有趣 我本來想問你不關音樂事的事情 先說音樂 然後你就忍不住 說了很多音樂 但我覺得OK 其實我給這個名字 就是play by air這個podcast 你作為Jazz的drummer 你知道play by air是為什麼的 我們就是上到台 隨機應變 聽到什麼 我們就跟著反應 其實我也希望這個對話 都是一個free flow自然 你剛才進來問我 為什麼我開這個podcast 我這幾天 我知道你會上來之前 我也做過一些功課 當然要 雖然認識了你很久 昨晚就看了你訪問一下大飛哥的podcast 我都感受很深 去年很多音樂人不在 大飛不在 Gary不在 關敬蟲不在 我以前的band 葉仔也不在 我覺得 你就是做了這件事 你就是趁大飛還在的時候 還可以這麼生猛 還很熱烈去說回他以前的故事 而不是我們考古 這個人以前做過什麼 我就覺得 為什麼好像沒有一個很有系統的 為什麼不可以趁那些人在的時候 跟我們聊天呢 或者沒有一個很有系統的紀錄 譬如這個年代 其實活躍香港音樂人 他們做了什麼 很多時候我們做訪問都是 你扔著一個歌手 或者扔著一個project 就著一個project 或者就著一首歌 就著一個什麼production 譬如你剛剛做完科大的校歌 監製 訪問你關這首歌 其實好像沒有什麼機會 真的讓做幕後音樂人 去說他們自己的故事 他們自己的看法 對音樂 對人生 所以想做一件這樣的事 其實我覺得你的GIG Channel 都啟發了我的 但你就是訪問 由鼓手為主 總之我有興趣跟他聊天的音樂人 我就會邀請他 好的是好的 因為我自己不太大信心去訪問其他 大家都訪問了很多 我只是訪問 我意思是 100集我們兩個Season加起來 打鼓我就自己比較有信心 還有我覺得 在我的knowledge上面 或者在我的地方上面 我的studio上面 我覺得我自己應該負最大的責任去做這件事 因為其實我覺得 你意思是對鼓這件事 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在香港打鼓 可以給我的生活好 其實真的很開心 我也覺得很多天時地利人和底下 不是純粹個人努力的事 所以我覺得是有點踏謝 而且我覺得 尤其是我剛剛去完以色列回來 其實我覺得 我又好像撿一條命回來 有一點點經歷 然後看到 回到香港 剛剛疫情很安靜 我覺得 有些人看到 這個時候很安靜 大家都沒事做 但反過來我覺得 趁這個時候 大家都那麼安靜 不如大家做些事 因為大家都會齊人 開始想 我可以做些什麼 我自己有個打鼓studio 當然不只是打鼓 不過我當初建立我的studio 也是想先錄鼓 一來有一個trend 是自己想先進步 一開始想先進步 自己錄音 應該自己打鼓會進步 還有我一開始的頭 很多事情 開始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認真去做那件事 我就 很費心忙餐去做 那時候 一買到一些麥克風 買到一些很便宜的麥克風 回來錄 又發現聲音不好 就決定 一個月 買一個專業一點的麥克風 因為 我記得你那時候 一獲過 網上的二手區 為什麼Lawrence 不斷賣東西 他不是剛剛才賣嗎 因為那時候 覺得錄音不好 我覺得 錄音不好 嘗試看如何錄音 聲音好一點 不如去買一些專業的麥克風 這樣就慘了 其實也有一個很大的坑 見步行步 一個月買一支 只可以 很努力地做 幸好我算是托賴 家庭負擔不是很大 每個月就買一件東西 起碼五個位 買一件PM 接著都差不多買了兩年 24個月 當然有時候 有時候收入多一點 就不止一件 一個月 後來就儲齊了PM 麥克風 其實都算是很專業 那時候都是 Lawrence Class A的麥克風 差一個地方 開始有些監製 哇你這麼多好東西 不如上來錄吧 但是那時候都是一些 Band房改裝 始終那個Noise 和那個Acoustic 都差一點 最主要是有些藝術 發覺沒有Control Room 就很大聲很吵 而且你不能即時聽 你只是等我錄完 去爾罷了好萬六元 那你才聽 沒得即時溝通 那你換了個地方 後來最慘的是這樣 一些gear你也可以逐件買 你搞個地方就沒有太大件事 一炮過 又要裝修 但是我蠻大膽的 我不是做生意很聰明的人 不是他們繼續不會虧的 一定不行 我不是的 我是做了先 在我經濟範圍內盡力做到好 最初的冷氣都不是做得很好 都是用分體式冷氣 後來做了一段時間很快就知道 始終分體式冷氣都是會錄到的 但你當然在間房間和地方 錄的地方是夠大才好 後來從頭弄過冷氣 幸好也是做到的 重新再裝修 所以我裝修了兩次 後來完善了Studio 搞打鼓 所以在這麼多情況下 都是因為我的工作收入可以支援我 所以那時候在我以色列走一個很長的步道 接觸過大戰後 我有個啟發 回來見到這樣的情況 我就覺得自己也是時候回顧一下 這麼多年的音樂工作 可以對社會做到什麼 就不只是說拿 既然這麼多音樂圈子也好 或者社會也好 都這麼多人支持我 可以令我營運到Studio 還有我自己還可以繼續打鼓 我覺得在我有這麼多技巧 又有個地方 以我的音樂知識 還有我認識這麼多人 做了這麼多年 都做了20年全職音樂 我覺得自己是最應該先行的 在打鼓上面 還有那時候 Youtube 也有很多打鼓的頻道 我覺得為什麼香港沒有 亞洲沒有 但是如果亞洲有 如果有的話 那是不是用手機拍 最低預算 我覺得不行 我一定起碼要是Multi Angle 還有那時候 那時候還是說 HD和4K中間 不行 我一定要4K 全部4K 那些東西就很貴 那時候我從小到大 我對拍照都是沒有興趣 我一部相機都沒有買過 那他們買三部相機 然後你也知道 有時候是天花板 或者拍腳那些 我不可以用相機 買一些Action Cam 又買四部Action Cam 拍手 然後最嚴重的是 請了一個全職的同事 我記得 那時候上來陸會 有剪東西在外面 你買器材 計算一些燈 還有很多不同的燈 那已經十多萬了 又要買一部機剪片 你最慘的是 請了一個同事 每個月 請了多久 都請了兩年 有沒有覺得 好像洗濕了頭 然後又好像 又要繼續 是呀 我有挺有趣的 我做 如果人生裏面 有幾樣東西 打鼓 搞Studio 還有拍攝 我每逢決定去做 我就不想這件事 會不會後悔 我最後悔就是 沒有盡力去做 即是做到一半 你不盡力去做 有時候 你不盡力去做到某一個水平 你是體會不到當中的趣味 和那個人生歷練 那個經歷 那個經驗 我覺得人生 我很快 尤其是我過了40歲之後 那個中年危機 比我啟發到幾大 即有些人覺得 沒有什麼 中年危機 但對我影響很大 因為人生在倒數 你開始會珍惜之後 你下半生的時間是怎樣去分配 那我就覺得 人生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就會覺得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 我自己覺得 就是人生的經歷 經驗 歷練 這件事都非常重要 因為我經常覺得 到你臨走那一刻 你剩下什麼 就是你最重要的回憶 人生最 其中一個 因為有時候 你見到身邊的人走 或者家人走了 你會覺得 人究竟是 你還剩下什麼 到你 可能你快去病床 你還剩下什麼 原來可能你剩下的 只是回憶 我覺得 在你人生裏 你之前 你最年輕力壯的時候 其實你想一下 一個人 好像一個種子 發芽成長 到一個很成熟的果實 到他慢慢敷乾 到他變回一個塵土 其實整個循環 你這個不能變的 到你最後敷乾的時候 你剩下一些 如果你之後的生命裏面 你越多color 你越多人生的經歷 你可以看到 你感受了很多東西 我覺得你越多感受 越多不平凡的感受 越多不平凡的回憶 你會覺得這個人生是更加無憾 這個純粹我的看法 有些人覺得 我只是做這件事 我只是做這件事 我覺得我已經無憾了 那是好 但從於我覺得 這件事 如果我做到某個程度 其實你做每一件事 你做到某個程度 我覺得它有一個saturation point 我覺得 不是說你不會成... 當然有些做到某個程度 你簡直是不喜歡 很討厭 更加慘 有些時候 你不會說 不是linear 可能我打鼓 我打了十年 打二月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五十年 六十年 你不是直線 對這件事的興趣 或者你對那個感受性 或者你對這件事的領受 不是直線上升的 有些時候可能曲曲折折 或者你的saturation去到 就算你越來越不喜歡 你喜歡的東西 你慢慢會 saturate 我覺得如果你之後幾十年 你只得到這件事 我自己覺得 就好像人生這麼豐富 人生這麼... 其實是可以很多東西 就是多一點衝擊 對 小時候我覺得打鼓是我全部 然後到你呢 然後到你 好了 我搞了Studio之後 天天都有打鼓 甚至音樂 打鼓只不過是音樂裏 其中一件樂器 或者其中一個節奏的一個 element 原來是音樂 原來你做了Studio之後 或者監製之後 又啟發了你 音樂其實很寬 不要說你這麼多音樂 你製作上 你用什麼器材 人聲用什麼麥克風 究竟有什麼配戲編曲 你開始對那件事 對音樂更加清楚了 比你只作為一個音樂 是清楚了很多東西 而且整個音樂 原來是很好玩的 包括Live Musician 也要注重很多東西 所以這麼多東西 你會覺得 音樂 做Studio 做Production 和我做Live Musician 打鼓 甚至我彈琴 這種東西 比我看音樂裏 整件事很立體 我覺得 比我只作為Drummer 給我的人生歷練 經驗 比我看到的東西 比我經驗到的東西 是更加完全的 所以我很開心 你為什麼不只作一個Drummer 你叫我只作一個Drummer 我人生裏 我未必會這麼開心 我就喜歡 這麼多角度去認知到音樂的東西 還有做音樂 製作者你什麼都會做 還有可能就算你 比如說我都做過幾十套電影的配樂 開始看到很多不同的配樂大師 即不是我做配樂 即是我幫他錄打鼓的Percussion 或者錄其他東西 看到很多配樂大師 在當中製作過程裏 我又學會了 配樂上面有牽涉的音樂 又很廣 究竟怎樣去做 怎樣對畫面 包括一系列不同的製作 包括Indie Band 或者你流行曲 不同的風格 亦都是很豐富的 即是搞了Studio之後 我覺得在音樂上面 我真的很多東西都接觸過 當然可以繼續去探索的 所以我覺得 在這件事裡面 我是覺得我很慶幸 在不同的崗位上面 我都對音樂這件事 我都是繼續有個興趣 繼續成長 那件事不斷喜歡 我喜歡喜歡 反過來 你喜歡音樂多了 你喜歡打鼓的東西 又多了 就不只是說 因為你清楚 那大畫面 是 我很同意 所以這個互為影響 我覺得很開心 好了 然後你再擴展了 音樂裡面我看的東西 我寬闊了 然後回到人生 以前小時候 你覺得打鼓是我全部 我覺得始終 人去到不同的歲月 不同的階段 你會看的東西又不同了 你小時候很喜歡吃糖 你現在你不喜歡吃糖 我小時候很討厭吃辣 但是大高又很喜歡吃辣 所以以前你想到的東西 你到大高是真的會變 我希望從一個正面的東西去看 所以我覺得人生裡面 是不是只是說 只是打鼓呢 原來不是 好了 擴大了 是不是只是音樂呢 原來也不是 我覺得人生真的有很多東西 好了 到我去到中年了 原來發覺 可能打鼓的勞損 開始出來了 而且我小時候 我記得自己也是 做運動比較多 在運動上 原來我因為音樂 放下了幾十年 二十多年 然後就開始想 咦 音樂 收入 打鼓 是的 這些事情 我都很用心去做 但原來身體上 我是沒有很用心去管理 然後就開始 希望去對抗一些勞損 因為發覺肩膀 打了二十多年 原來也沒有拉過筋 原來也沒有去想 去保養 一味刺住自己 年輕 是的 一到三十多歲 到四十歲 小時候 人們問我怎樣捕 怎樣補養 補什麼呢 沒事 開始一次出來了 這些全部都封了 開始就說 試一下做運動 是的 試一下 有個好兄弟 叫我 走一山 走一山 突然之間 又發覺一件事 是的 運動上 再老一點 有什麼事 做的事 有什麼事 在香港行山 不如試一下一個人 背背囊 出走 自己獨處一下 因為我覺得在香港 香港這麼多年 試一下去外國 試一下獨行 原來我發覺自己也沒有試過露營 不如試一下外國露營 不如試一下外國露營 上網看看 有什麼事 我想是自己可以走的 因為我小時候 都幾百年 到處走 被媽媽罵 走過隔離村 可能是四歲 所以我自己也 爬高爬低 我覺得自己也算是大膽 所以比較大膽 不如去遠一點 接著發覺 那時候差不多19年尾 開始有一點點疫情出現 那時候還沒去到 還沒去到 封機場 發覺將來 好像未來三個月 就有些假期 沒什麼事做 不如試一下去外國露營 半年太多了 去那些 半年和你完全沒有經驗 半年好像真的 誇張了一點 始終不能放下太太半年 不如去National Geographic 那裏有介紹一些報道 看中了一個 以色列國家的報道 記得要兩個月而已 兩個月很划算 兩個月很划算 每次半年五個月 那些PCT CDT AT 每次都 比國那些 由差不多墨西哥 到加拿大 我的PCT其實都覺得很棒 正的 其實都很棒 所以每次都五六個月 以色列兩個月 對數 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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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特別的是 一半是山 正常草原 有河流 就是叢林 接著一半是曠野 沙漠 我覺得不去 沙漠挑戰一下自己 其實都很高估自己 或者有那個膽量去挑戰 因為你沒有試過露營 突然間做這些事情 我就覺得 不會啦 是國家指定的報道 應該不會死吧 那你香港的國家指定的 麥理好徑 都是國家指定的 即是你打算都是行馬路徑 不過是沙漠而已 對 有支持的 還是國家 哈哈哈哈 只有三個月時間 就打算 做一個月 買Gear 做資料搜集 一個月後出發 走兩個月 他說走六十日鏡 一次過 接著 之後那兩個星期 就天天在旺角 所有的露營店 買齊了東西 上網上搜集資料 兩個星期 之後就立即找個兄弟 就和我試一次露營 然後再兩個星期就出發 哈哈哈哈 就踏足這個 所以我覺得 這個也是我覺得 人生裏面 Color裏面 經歷裏面 都頗重要的 那就盡做 不要有後悔 譬如在香港 就會有一種 即是大城市 和我們小時候 家裏都會教你 不要出街 拐子撞了你 很多壞人 即是大城市 都是品流複雜 即是去到一些 即是我自己的經驗 就是去到一些外國的地方 譬如一些小鎮一些 或者一些村落一些 其實那些人反而可能 對外 即是防範心 是沒有那麼大 而且我看你的經歷 其實很多事情都是 其實你是 沒有可能靠自己處理 一定是 幸好你遇到有當地的人 去幫你 譬如那些 那些不知怎樣 Pay me 有水 有水 收起來 你可以去拿 然後那些報道天使 接待你 什麼疫情封關 應該不接待 又求一下 又給你住 你自己有什麼體會 是的 首先第一 最大的體會 就是香港人的價值觀 其實不是所有人的價值觀 即是我們從小到大 在香港的金融城市 即是長大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從第一身角度去想 即是究竟 我們認為 這樣的價值觀 就應該是 應該 全世界所有人都是這樣想 但其實不是 即是 我覺得以色列 是一個跟香港都相反的一個國家 或者城市 即是 從小到大 要先復兵役 即是 這件事 我想香港人不會有 是 第二件事 他們是很辛苦 先拿到自己國家的土地上 我們不是很努力爭取回來 即是香港這個地方 本身我出生已經在這裏 即是祖先本身已經在這裏 或者是移居下來 那第三件事 他們 即是猶太人 即猶太人 以色列是他們的國家 很清楚 但我們香港人 我們國家是怎樣 即是在殖民地上 我們對自己很模糊 或者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即是社會性格不一致 所以在這方面是很不團結 即是自己 因為本身的身份認同是很有問題 即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所有事情 究竟我們是中國人 香港人一定是怎樣 這個一直都在陣喉 所以香港人和猶太人都很不同 第三件事 始終我們都是專注 我們香港出來的價值觀 都是找一份好工 最好是投資 懂得投資 我想猶太人他們平時 反而集中多些生活 或者是很喜歡他們小時候 已經接觸大自然 他們安息日 他們有時間休息 他們工作時間很穩定 不會太多 跟香港人不斷 最好做足七天 可能有些不同 另外他們本身都是當兵 他們本身 男女都當兵 他們都很勇敢 他們不會太容易害怕危險 不是說不害怕 但是香港人本身就很容易危險 希望行山 行山都希望全部都有手 希望有扶手 但沒有什麼是沒有riske 就算你躲在家裡也有riske 你坐電梯也有riske 其實我覺得 我不可以說注意安全是不對的 只不過 以色列人 猶太人覺得 有危險 你就克服了它 有時候確實是的 有時候恐懼 你是害怕的 那件事 很多時候你是不清楚 那件事 你不熟悉那件事 你覺得 譬如我們去中東一定很危險 但你真的去過 你看過 原來中東是沒有你相信中的危險 是沒有你相信中的 那件事是 以為每個人都拿著 小朋友拿著機關槍 拿著機關槍 到處去射 原來你指清了那件事之後 當然在報導裏面 我們會遇到危險 但是那個危險 通常是幾件事 一個就是不夠preparation 就像我這樣 所以要面對那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因為那條報導是太長 因為突然之間 天氣有變化 那條路 就有機會受天氣影響 即是 不同 譬如你很害怕 100K 始終都 有些什麼事 即是 政府會有人來 立即處理 但那裏 一千多公里 你不是說 一有什麼事 就立即有輛車來 立即搞定那個 山泥傾瀉 不會這樣 或者那裏有水站 立即有人來處理 是不會的 所以 再加上 我不是當地人 譬如說 接觸的Apps 譬如說 天氣報告 全部欺負來文 我是有一個困難的 或者 我以為都會下雨 其實原來是一個storm 來的 所以 確實是有這些 中間有些溝通上的不差 要自己承受 當然沒有沙漠經驗 這樣 很靠你當時 要立即做一個 臨時的處理 究竟怎麼辦呢 當然我也遇到一些 真的沒有 除了祈禱之外 真的沒有事情可以做 譬如說 一個人在 暴風雨裡面 行雷閃電 在平地裡 只剩下你一個 你也不知道 下廟會不會還生存 因為 行雷閃電 那些閃電是差不多聖誕樹 超大聲 你在一個平原裡面 我被劈中的機會也挺大的 我一開始以為是下雨 原來變成一個storm 這件事是我看 看那個 就是 看那個天氣報告 是 看不懂得曬 只要下雨 總是下雨 而且在一個低瓦地區 又打不到電話 那時候真的哭哨亡門 其實都有幾次 譬如說 容易跌到山崖 那些東西 因為走一些新的路 這些都是沒有經驗底下 而要面對的難題 那你可以說 哇 你沒有這個險底 是否值得 這件事我講不到 但是人生呢 始終我也是 都很幸運地回來了 那你說 我覺得 這件事你自己判決 你自己判斷 但是我覺得 有些事情你永遠都不take risk 你永遠都需要安全 有很多事情你是體會不到的 我只要這樣說 但是這兩個月 改變了我很多 令到我覺得 眼界大開 眼界大開 還有你的價值觀 你對人的價值觀 正如CM所說 比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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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比較 鄉村的人 那種心 就是心態 因為他們是 沒有都市人那種 防範心 防範心 因為他們 對他們來說 因為我們 一是城市 然後就會 關心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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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鄉村的人 不理 鄉村的人 他們會覺得 你買房子 我豈不是住這裏 我豈不是住這裏 你說給什麼東西吃 在哪間酒店吃 我豈不是在鄉村裡 我豈不是自己種東西吃 而且他們很清楚 如果大家在大自然裏 互相幫助的重要性 即是 有時候 你去到 你沒有水喝 你沒有瓦遮頭 原來 原來你被膝咬 好像我 遇到很多這樣的情況 原來 很多 我在香港認為是必然的事情 原來不是 原來 有一張很舒服的床可以睡覺 或者我半夜 睡覺是不會痛醒 因為我的腳走得太多 原來也不是必然 然後 因為我們在香港太陽福 什麼都可以說 隨手可以解決 原來去到一個 行步道 你除了黑斧之外 原來有很多問題 解決 原來有很多必然的事情 你不是必然的話 你會很珍惜你的生命 我覺得這個經驗 對我來說 是一個人生裡 都算是最大的衝擊 我記得你在節目裡 多次都說過 原來有瓦遮頭 不是必然的 原來有一個乾的地方 吃東西是不是必然的 曬粥 原來真的可以 原來沒有瓦遮頭 你曬粥一天 都很大件事 原來下雨 你沒有瓦遮頭 你煮不到食物 我相信對於在香港長大的人 這件事 完全不會出現 在他的思維裡 因為香港的地方 只會有太多瓦遮頭 你沒有那些 一望無際的 那些空曠的地方 其實香港很少 而且你不是說 不會一天沒有 我真的一天都沒有一個瓦遮頭 我想這件事很大衝擊 曬又曬爆 原來我背著這麼多東西 下雨 你煮不到食物 那便肚子餓 肚子餓 那你還怎樣走 所以第二天我已經慣了 第二天我已經哭了 我開始以為 我自己也覺得 沒事 沙漠才是怎樣 原來你真的 很多東西 原來給我相對 其實你整個過程裡 其實是讓你對自己的認識多了 除了你認識大自然多了之外 你更加了解 你自己個人 究竟在什麼處境裡面 你會有什麼反應 以及你一個人的正常需求 去到什麼階段 原來在整個過程裡 我認識了自己多了很多 有沒有這些事情可以分享 例如第二天我哭 為什麼第二天哭 因為就是 第一天已經是走多了10kg 背著50-60磅的 走多10kg 當然是累了 而且我去到那個地方 原來發覺不是酒店 是沒有酒店的 根本在那裏寫著Google Map 寫著有酒店 因為你不可以預訂 因為你預訂 你又不知道能否走到那裏 或者好像我走多10k 如果比我想像中 原來要繞路走 又走多10幾 20k 你去不到那個目的地 你便預訂了便浪費了 好了 那我第一天已經走到一整個星期 因為原來那條河是封了地圖 地圖都要分季節性 因為原來它溶雪 有一些河流瀑布 是夏天可以走的 原來在春季是走不到的 那這個已經是失策了 那你走不到那條路 那你要改路 那我第一天我沒有理由 我第一天要改路 第一天要回頭 不是吧 那才找不同的路走 那又可以走多10幾k 那所以呢 我不可以預訂了 那去到又沒有 那整個星期 我第一天是要清潔很多東西 但原來之後 你不會再清潔很多 第二天 好了 第二天原來要上山 上山 然後走到差不多下午之後就下雨 下雨 我沒有想過 下雨是 我第一天已經吃光了 那早上已經吃光了 那一定要煮東西 因為你始終不能帶那麼多餐廳 那餐廳的話 為何你清楚自己多 餐廳是能頂到一個多兩個小時 但是吃一個全餐廳的話 有熱量的全餐廳 你可以頂到四至六個小時 那當然是全餐廳 而且你一個人也想吃熱的東西 那所以吃光了那些餐廳 那去到 哇 然後呢 那條路程 是比我想像中 是走多了十幾k 那我打算 日落前已經到了 誰知道我走到晚上十二點 哇 我已經早上 打算七八點可以走 七八點走 其實要早一點 所以為何那些人 天未光要走呢 因為你要趁日落前 我第二天 當然還未有這樣的經驗 你香港你怎會五點鐘 起床洗臉 六點前走 不會的 那你就知道 好了 一到晚上 哇 然後就慘了 還要下大雨 傾盆大雨 那我 背著一個雨衣 還有一個頭燈 一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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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行去不到那條村 直到中間有巴士站 已經想停下來 我記得我看到那裡 看到那裡 那裡 巴士站又有 但是你不可以去那裡扎營 因為如果有些警車走過 其實他不可以去那裡扎營 那便沒有了 那你隨便走 那你隨便走 一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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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不停打電話 已經被人預約了 我心想 一條村 會不會這麼容易被人預約了 就是被人預約了 有沒有這麼多人 有沒有這麼多人 這個村 有沒有這麼多人 就是預約了 你別管 就是預約了 那很辛苦 他們呢 那麼多間那些 算是那些 gas house 是的 B&B那些 那些 他們就說 我們還有一個夫婦 這間屋可以給你住的 因為我去圍內 他已經 因為你進一條村 他有很多路牌 就已經有些電話給你打 那些作用電話 打完後 他就有一個 不在路牌 因為進一條村 他會列入所有民宿 那些電話給你打 已經不是那些 已經是 一進去 進去 然後那些夫婦接待我 那我已經超級餓 其實人很fragile 我下午吃完那個之後 你十二個小時 然後 不斷背著50磅 在那兒行山 行足十二個小時 你完全沒有補給的話 原來你一個人 就是這麼簡單 你就已經跪下了 你什麼都肯做 是的 還有你整身又髒 髒到 始終我已經不是一個 對比我太太來講 我已經不算一個很乾淨的人 不是要求很乾淨 因為你真的要很乾淨 但我也有我的限量 但當然 在這49天裡面 是不斷打破我的限量 包括在沙漠裡 在五天不洗澡 那我覺得是好事 好了 去到之後 他給了一間很舒服的房間 很乾淨 我看到瓶餅 我已經衝過去吃 接著他問我 接著他問我 接著那個男人問我 即是那個老伯 就問我 你是不是很肚餓 接著他就叫醒他太太 就煮一頓飯給我吃 接著他煮了 有意粉 有飯 有很多水果 圍住了一盤 又發覺自己走到 起了水扒 整身髒髒 一人問我 這麼辛苦為什麼 我就要體驗 你在香港 你體會不到 在香港 你不會背著五六十磅 走去行山 亦都叫天不應 叫地不民 因為你很容易 叫的士 有什麼叫車 有什麼事 就去酒店 一定有酒店給你 或者你都不 你不會體驗這些 或者你在香港 你去哪個民宿幫你 沒有 去到那裡 他們就知道 他真的會互相幫助 他幫你 真是好心處 接著我一邊吃飯 覺得自己是 是一個 原來是 Lawrence 原來你是一個 其實你很脆弱的 你不要覺得自己有什麼 你不要覺得自己真的很脆弱 我真的體會到自己那種脆弱 你真的不吃東西 十二個小時 你就這樣 下雨 走到沒有人幫你 沒有床睡 你打算都差不多要摘營 摘營都很累 因為你開營出來 起碼要半個小時 以上九個字 接著還要你沒有糧蔥 對於我一個城市人 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城市人來說 我都已經爆了煲 你是有一個爆煲 但是我每一次 所以我看到那堆食物 原來 原來 聖經裡面 經常看過信經 經常要幫助陌生人 那樣東西 我才真真正正感受到 即當你是被幫助 是的 你會知道 真的需要幫助的人 因為你要知道 到你第一身 去感受到被人幫助的時候 其實你在香港 就算你是什麼人都好 你是什麼身份地位都好 我不是在說我 其實你去到這種情況 一旦有戰爭 或者你去到郊野 無論你是什麼背景 什麼背景 你有什麼權 你有多少錢身價 你去到那裡 仍然始終是一個普通人 你只是一個人物人 你仍然會餓 你仍然需要睡覺 你仍然需要洗澡 就是這麼簡單 你仍然會頸渴 所以我覺得 你仍然會將自己 本身這麼久的價值觀 完全打破 You are only a human 好像多得他 所以是一個對自己 一個很大的 人生的價值觀的重整 真的一個人物人 那你就知道 中間我哭了很多次 其實我每一次這樣 我已經是強壯了 我每一次在心靈上 我的底線又低了 是啊 然後第二天 我已經生了 腳本全部生了水艙 是要找一把 大頭針 後來 問到阿伯 拿到大頭針 如果不是那把刀 很大 因為你每一步都痛 平均一天走三四萬步 一天痛三四萬次 所以痛錯了 還有十天之後 每一天都開始痛醒 你每一天都沒有醒過 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那個痛是怎麼來的 痛呢 真的因為走得太多 你那條會抽筋 會抽醒 痛到 還有肌肉會自己跳 因為走得太多 小腿 你自己會痛醒 然後又會睡醒 都醒了一次 幸好 不是醒了很多次 中間亦都 試過走到水石山 會生的跌死 詳情我不講 就是想知道 自己看 是的 十六集裏面 還有走過 有些森林 樹很高 還有會扮下來 然後又走過一些風沙 晚上有人接待我 然後他們安息日姓親 有個牆台十多人 因為我持了一個小時 因為我真的有些滯留 我整面風沙 因為我長期營養不良 因為我帶不到一些蛋白質去 還有我又沒有帶一些 食物去補回 所以我長期失衡 只吃即食物 麵包那些 其實我需要蛋白質 因為我蛋白質消耗應該很多 但我找不到適當的食物去補 突然之間那天 十幾人在安息日等著我 一開門那一刻 他接待我那一刻 桌子裡滿了食物 十幾個猶太人坐下來等我來 一見到我 我真的眼淚水有飄 因為那天 走過那天 走過森林 你又怕被樹 摘 之後又吹滿面風沙 夜晚 吹到你整個人是走不到直線 又走幾個小時 突然之間晚上 原來有十幾人等你吃飯 桌子上有慢煮牛 是我十幾天都沒有吃過的 然後他又有甜品 還有他們之後有無烤餅 在做一些聖餐儀式等我吃飯 嘩 真的很感動 那一幕我也挺深刻 我也挺記得 是啊 原來人生發覺 有人等你吃飯 原來你吃肉 原來營養的關係是很重要 原來很久沒有吃過肉 飯我都沒有吃 我都不知道怎樣煮飯 等你煮飯後來就聰明 會煮小米 就會容易煮 都是其他人教我的 所以這些知識和智慧都要慢慢吸取回來 還有會煮的餅 就是墨西哥餅 也有個陌生女人為我哭 知道我從北方來 我走了100K 我還有900K 九百多 還沒走 然後他已經很開心 哇 一個亞洲人的面子都來 都來以色列去做這些暴行 他都覺得很感動 我那時候也是 因為趕老 原本應該每天走二十幾 變了一天 變了被捕風雨 兩天要走七十五 一天走四十K 一天走三五K 背著五十磅 行山其實真的是極限 然後我全部都生了 那條背帶 那個膊底的位置 就是肩膊的位置 都生了 磨到生了 還有腳筋已經緊得不得了 走路要踩踩踩踩踩 第二天有個太太 那時候知道了 為了我哭 那個人 在香港你是不會 在香港你是不會 有這樣的經驗 即是說 哇 你在哪裡走過來 廣州走過來 然後我哭 文化不同 我只可以說 當然他們都有宗教背景 所以 所以有一個很深的體會 很多很多很多 我想最主要 你都可以獨自去思考 和對大自然接觸 算是一個很靈性上的接觸 因為你是真是自己一個 去對著陌生大慈 你真是思考自己 過往幾十年也好 你和大自然有什麼 interaction也好 你在香港 你太忙 就算你去沙灘 你都不會這樣去想 或者可能有些人露營 都會這樣想 但是我真的這樣走 步行是令到你 真的可以靜靜地去思考 自己的人生哲學 很多 我想香港生活的人 這兩件事都比較少 一就是接觸大自然 二就是獨處 我覺得在城市的人 是很少機會獨處 而長時間 我想我最接近你這個 其實都差很遠很遠 但是我記得那時候 我剛剛中學畢業 和朋友去到印度和尼泊爾 我去了五個星期 一大班朋友 後來我們就分析了一些小組 有三個男生 我其中一個 我們去了尼泊爾行山 上一個叫Anappona Base Camp 只有九天 你走了四十九天 我走了九天 那個也好 那個也好 那個很漂亮 我們就用了六天 下來用了三天 你是說ABC 對 我去ABC 那時候是剛剛回歸之前 我剛剛回來 過兩天就是七一回歸 值得去 我覺得那個是 我自己都 這麼多年 我都還有 很有感覺 其實很多細節 可能已經不太記得 但我不會有你記得那麼清楚 因為你剛剛去完 將那件事 我再放大多 五倍十倍 就是你這樣 所以我一邊看 我自己都很有感覺 就是我看你拍的《獨行俠刀》 我覺得都是互相影響 其實這件事是同一件事 我覺得是同一件事 我又想問一些其他的事情 以我所知 你打鼓 你又要去到很極致 你run a studio 又要做到最好的quality 然後又要挑戰一下人生 又要立刻走四十九天的步道 我還知道你曾經是有搞過密室逃脫 很喜歡玩密室逃脫 喜歡玩到要開一個密室逃脫 打遊戲 打遊戲又打到去比賽 然後你一天打泰拳 你一天打幾天 你一天打幾天 我差不多一天打 對 這好像變了 你是一個 即你有很多時間 又花了去打泰拳 其實你每一個階段 你都會有一些東西 可能給你一些火花 那你就會 一往無前 就會 一定要做到某個極致 然後又移動到下一件事 好像很多事情 但其實可以限制到幾件事 其實打泰拳和我這個報道 其實都是關係的 其實都是關於自己的身體上 即是趁早做 有些事情 關於身體上 運動的事情趁早做 我想去以色列那裡 就是自己個人經歷 以及我體力上 趁早做 難道我再老一點才做 這些太老的做不到 我覺得都是人生規劃 這樣就趁早做 以及打拳的事情 我的泰拳師傅 三十多歲退休 已經打不到 我現在四十多歲了 我覺得 比我可以感受到 這個泰拳的感覺 我想都不會說真的很長 當然你說可以 好老都可以打 那確實是的 但如果我要追求極致 都要想感受可以對打 或者真的想學到 一些advance的那些 我都要趁早打 因為我一直打 我覺得挺適合自己的 因為事情是好玩 吸引我 我才會全神貫注去做 還有去到這樣 你覺得每天做運動是好 可以破除我的勞損 因為打拳 你打得很大力 當然你自己都會勞損 但問題是 如果我打拳這麼多年 即是二十幾年 二十幾三十年 其實積累了很多勞損 你是要靠 你不可以就這樣 有得去優養他就會好 那麼打拳是其中一個方式 令到你是不斷可以 再動回他 還有去想方法 原來我以前 即是你不試一下 原來發覺 很多basic的動作 一般人做到你是做不到的 那麼打拳這件事 慢慢幫我鬆開一些教育 當然 當然我都會慢慢去做很多stretching 其實很多後續要做 所以打拳這件事 我都覺得 在人生裏多一種色 我不可以 經常去我們走步道 或者做其他運動 我選擇 我之前也試一下 跑馬拉松 或者行山 後來我發現 我喜歡 我看DNA的測試 我會做爆發型的運動 我會選擇一些爆發型運動 我選擇了打拳 就發覺我真的很喜歡 我就保持著這件運動 可以保持著我 希望我之後 都是 起碼四肢靈活 不要有 所以這個打泰拳 我自己又 抽起這條筋 又很專心 所以我又會去泰國特訓 希望感受到一個戰隊的訓練 最主要都是 因為我自己比較貪心 不認年紀大 儘量可以 我接觸那件事 我就想接觸到 如果最上級的人 是會有什麼經驗 不是一定要去勝利 或者要贏自己的什麼 是我想有那種經驗 有個人生歷練和經驗 我都說到最後 都是人生的顏色 人生的歷練 你有什麼回憶 如果我真的試過在泰國 全面訓練 做一個戰隊 但我覺得如果比賽 在我這樣的重磅 如果令我受傷 我覺得代價太大 因為你一定會對一些很重磅的團手 很重磅 重磅的問題就是 你受傷 應該有很多不能逆轉的重傷 我那些除緣 希望太太聽不到 如果找對 如果找對方 最好是年紀 有回憶上下 你不要叫一個 中年女士 和一個很年輕的女士 做選美 鬥皮膚漂亮 意思就是說 你始終不同年紀 始終身體 身體是有差距的 我又不會強行挑戰 拳下笑狀 不是一定要贏 但我自己做訓練 我會做一個 Fighter Freedom Training 譬如說 我去泰國 一天訓練四五個小時 當然我 在香港的情況下 但我喜歡去體驗這件事 因為我也知道自己的能耐 可以去到哪裏 和我感受這件事 所以我是很努力去做這件事 純粹是為了人生的感受 其實你知道的話 當你看哲學的話 其實人最主要是你的 很多東西是你的感受 都是你的想法 所以這件事也是其中一件事 在運動上 所以我選定了這件事 如果有機會 我再出去走步 這個可能再算 但是如果比較平常的運動 保持著我身體健康 這個也是人生規劃 其中一個都很主要 身體健康 所以這件事 我都覺得 不可能放得太低 很多人都覺得 先賺錢 身體之後 後來才補回 很多人都補不回 例如我的關節 例如你勞損 你老了 你生不了肌肉 或者你的關節已經硬了 你趁現在有氣有力 你不去解決那件事 之後你就做不到 就算你身體沒有毛病 不是說大毛病 但是你很多病痛 影響不了你生命 但是你很多病痛 其實那些事都是煩的 老了 很多前輩分享 多病痛都是煩的 就算你不影響你生命 好了 所以這件事 但是對我身體上有交代 所以都是人生規劃 音樂 包括我的事業 職業 都是一個交代 OK 然後你剛才所說 譬如說 我又去打遊戲 我又去玩密室 先說一下 我打遊戲 我好像結婚一年之後 就發現了一隻手遊 因為我是不喜歡打手遊 我明知道那些手遊 都是搶錢狂魔來的 每次開遊戲就有幾百億 市值有幾百億 你知道你賺多少錢 但是當然我也下坑了 因為我突然發現了一隻遊戲 我試一下玩 有朋友介紹 開始課少少金 你知道課少少就糟糕了 慢慢越玩越上 我突然發現 我對這遊戲是非常上手 我對打遊戲 我不覺得自己什麼都很容易上手 我不是打遊戲天才 但這遊戲我真的覺得自己很上手 然後慢慢玩 很快就跳級 跳級 跳級 去到最上級的群組裡玩 慢慢再課金 當然我每個月都花很多錢 因為我又不是那些 只是花錢就會贏 不是那些 我一定要花錢 只不過是其中 你可以拿到好的裝備 但你始終都要靠一個很考IQ的手遊 因為我小時候都很喜歡IQ的東西 我中學時都很喜歡讀數 比較tricky IQ題 我都很喜歡 所以重新IQ App 我都喜歡 但這個 我也覺得 因為都比較大型的遊戲 所以比較認真一點去玩 也都瞞著太太 瞞著太太的花費 課金去玩 讓我可以玩到代表香港 去參加世界賽 當中我也是排名第一 亦都是 即是世界排名第一 那時候 試過我玩遊戲 玩到世界排名第一 接著他開始搞一些世界賽 我是代表香港出賽 接著有中國大陸 有馬來西亞 有新加坡 是這四強的 全部亞洲國家 他們當中有個投票 所有玩家要投票 即是投票誰 我是最大呼聲的 即是我最喜愛的遊戲 是遊戲嗎 對 甚至那隻遊戲 甚至想出一個 因為我當時叫棍魔 那隻遊戲 因為我的成績都不錯 那時候他也送了一些鑽石給我的 即是送一些鑽石 即是真實生鑽石 真的鑽石 即不是遊戲裡面鑽石 不是遊戲裡面鑽石 即是真實體鑽石 真的鑽石 我當時玩得挺有名 我叫棍魔的時候 我都有一些印象 其實我沒有玩過遊戲 我都有一些印象 那時候也都是 整個遊戲來說 我都算是最有名的人物 即是那時候玩到這遊戲 一定認識我的 即是玩這遊戲 因為我玩到最最高級 最好的玩家 始終都有一個世界賽證明 除了排名 排名賽我排名第一 有一個世界賽 其實我呼聲最高 但可能 沒得好說 始終有失手 四強裡面 就跌出了 因為都要兼顧演唱會 也好 或者真的 失手 只要是四強 但我是 呼聲最高 玩到最瘋 玩了一年之後 我就決定 不玩了 因為我真的 一天要投放 只要十幾個小時 哇 可以換你 但我覺得 人生裏面 又有一種 可能不贏 失手 都是好事 我又沒有那種 不行 我再來 即是倒閉心態 我再來 我沒有 我已經感受了 我最高級的人 我又感受了 因為每天花十幾個小時 我想會影響我夫妻關係 還有會影響我事業 因為真的 十幾個小時 你對著 真的很瘋 結婚了一年 十幾個小時 還有那個時候 玩音樂 我試過在紅館做表演 一完結 就馬上衝到後頭 馬上打 最厲害是掛機 一直在玩 看著指揮 我不說什麼指揮 一定會被他罵 然後我在掛機 左手碰到機 可以掛機 可能是 誇張到這樣 那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還要付錢 我睡覺的時候 要付錢 給一些農夫 升級 付錢 給人家打機 才能玩到最上級的 那樣 感受過就OK 那時候 最重要是 管理了 整個團隊 五十人 接著還有四個分會 都是under我的 我的團隊 有二百多人 哇 你差不多營運一間公司 但是你還要付錢 你營運一間公司 是啊 我是整個團的團長 我是最上級的團長 接著又有兩個副團長 接著又有些執事 接著 我們還有四個分會 是under我的 即是 我們的總會 有什麼players 走了 我們馬上有四個分會 那些人再fill in 令到我們長期高期 都是最上級的 當然後來也競爭大了 還有你真的 自己也很累 玩了一年 即有些人 我買個帳號 我那時候買出去 可以賣五萬元出去 但你花了多少錢 那年 不說了 我二手買個帳號 可以賣五萬元 你想想 那時候 你想想 我由頭課金是多少錢 但我覺得 我又沒有後悔 哎呀 總之拿夠錢 做什麼更好 那確實是 但我覺得 如果你玩到世界賽 人生 你有一年時間 可以感受到一些 所謂的 全職 打機 打機 電競 電競 或者叫做獨男生活 過了一年的獨男生活 我覺得 比一年自己這樣 我又覺得 我現在看回 我覺得很驚奇 我不覺得是一個 當然很幸好我老婆沒有走 第一天 大前提 或者我事業上 不是很大影響 即是一年好了 因為你再長 你不可能 你不行 那我覺得很驚奇 我又不會覺得 哎呀 節省點錢 節省點時間 你可以做些什麼 但這一年那個 你可以感受到 那個top line 那件事 我又覺得挺有趣的 那時候 我想我三十多歲 我覺得 是的 那我又覺得 其中一件事挺有趣的 我覺得在頭腦上 我覺得人生裏 在我訓練我的心態裡面 這是其中一個 我覺得比較 挺有趣的 體驗 訓練我的心態 好了 那接下來 我的密室途脫 就是我玩完遊戲了 過幾年又生癢了 那 唉 因為始終 也是喜歡玩 IQ 類型的遊戲 那我上網 都已經打了幾百個 那些密室途脫遊戲 關於 考IQ 那些 Puzzle 那些 那我自己 自己整個group 是那些密室發燒友 那樣 又叫一些朋友來參加 那樣 接著呢 就不斷開IQ題 也好 或者密室 那些遊戲 我不斷寫一些gamping 我自己去寫一些gamping 就介紹一些朋友 介紹一些朋友 去玩一些密室途脫遊戲 那香港呢 有個密室途脫 那老闆 知道有我 有我這樣的人 我自己開了一個group 在講密室途脫 接著他呢 就邀請我 去他的密室裡玩 那樣 那我也知道我無端端 我就是無端端 好像一天 玩完他的密室 那他也覺得 有個傻子 無端端一來 一天玩完 通常一天玩一兩個 我就一天玩完 那樣 還有一個人來玩 那很多人需要合作 那我自己呢 都會叫一些 其實當時組的群組 就打算有些人可以跟我一起去玩 那我找到很多夥伴去玩 誰知道自己 很多時候我自己 都玩到一個人 接著我還要 不行 那香港很快就玩完 就是 只有那幾間公司 只有那十多間公司 接著我就去新加坡玩 我乘飛機去加拿大玩 乘飛機去美國玩 去哪個地方都玩密室 嘩 厲害 你特意去玩密室 有些特意去 有些做事去 即是去tour 即是去大陸玩密室 對 沒錯 那 我開始上癮了 又去中國大陸玩 中國大陸那些很誇張 中國大陸那些 換衣服 即是Cosplay Cosplay 他那些衣服有你的尺寸 然後 他每一個主題 他投資一百萬 即是跟你拍戲沒有分別 我告訴你 去到 無端的進入房間 有個小型飛機 真的嗎 是啊 有個坦克在那裡 他那些場景是很crazy 差不多你去拍戲 他簡直有了那些 叫做NPC NPC 它簡直是 他們全部 在北京演藝學院出來 嘩 那些NPC去到這樣 如果不知道什麼是NPC 大家自己上網找一下 NPC就是假扮一些人 跟你玩一個遊戲 那個密室圖脫 可以讓你玩三個小時 他全部角色扮演 你是有個角色的 譬如說 其實好像現在那些 很流行的Immersive theater 差不多 總之你去到 差不多去到 你是要無 我試過去一個 你要做賊 去到 跟著要去到 跟別人交換毒品 去到那些廢製的工場 廢製工場 都很大的 哇 有一堆黑社會 去到那裡交換毒品 無緣無故要那些飛虎隊 在那裡破槍 掉下來 破槍 我們幾個人是大賊 那些黑社會已經是NPC 上面有 跟著又捉了我 跟著我們捉了他 真的上了一輛車 蒙眼 跟著車真的在遊戲中心 真的在外面繞了一圈 然後進來監獄 然後你就要在那裡想要怎樣走 沒錯 哇 好正 跟著坐在監獄裡 跟著有很多伯母電視 跟著我怎樣去想方法 怎樣去逃獄 跟著我又要裝了清潔工人 要躲進清潔工人裡 其中一個人又要 拿著清潔工人的袍子 裝了 跟著有一些安保經過 站在那裡 跟著他想揭開 揭開我們的洗衣 揭開我們就躲進去 然後進去穿崩 然後那些NPC很棒 很想揭開 我們就很緊張 走 即是他也知道你們躲進去 但他們的導演編迷得很好 跟著無端端 在最後的故事發展 是進入了一間很大的保險室 全部都是美金 跟著全部是明華 船部長都是淺 你發覺全個地方都是淺 真的好像 你去看那些美國 即是Money Heist 對 對 很大道門的那些 你知道那些 用那個 用那個 夾蠻那個 夾蠻那個方向盤 你要扭 很大 你在大陸才可以有這麼大的地方去做 是 誇張到你不相信 我再講一個故事 講到一個遊戲 它是講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時候 是要做間諜 我們是模仿 我們是共產黨 當然 去國民黨做間諜 國民黨呢 他分很多職位 什麼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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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四個又從新仔進去 我們分派在不同的崗位 跟著他們不同的獎 你要靠什麼人事關係 要你升職 我記得 你只有幾個小時 幾個小時 大概有十幾個NPC跟你玩 我們只有四個人 他十幾個NPC 是模仿著 怎樣升職 升到總司令 但其中一個 有些要靠美式 即是有一個 有一個NPC 他是你上司 女上司 然後他問你是否單身 他用美式引誘你 然後原來你是要 應該要受他美式 因為你要上 因為你要升職 然後跟他說很多事情 是很興趣的 當然是適學而止 他們NPC都不會犧牲 但原來你要靠 怎樣去巴結這裏的人 又怎樣去把那些獎日 射給別人 去令到這件事升職 那三個小時真的好玩到不得了 好厲害 你穿了衣服 你穿了軍服 你是很投入得到 還有 我玩了很多遊戲 明朝錦衣衛 然後去到差不多 去到如來神掌 要用金鐘罩 釣金鐘罩來弄那些喪屍 然後去到非洲 完全是有些中毒的那些 伊波拉病毒 又要去打喪屍 是很誇張 全部是真人 我想問這些 現在還有沒有的嗎 現在還有的 我想說 因為我玩了這麼多之後 後來我和那個 後來香港的老闆 邀請我做密室設計 還有少少投資 這個也是 在我的IQ訓練 在努力訓練裏面 是其中一個波 即是我人生的經驗裏面 這些都是令到我覺得 人生很興趣的 這都是人生不同的色彩 所以我覺得 這些都是我覺得 無憾的 花時間都會有挺有趣的人生經驗 很興奮 很興奮 其實我認識你這麼久 我沒有問過你密室逃脫的事情 我想問你這麼多 你有不同的階段 有打機的階段 有密室的階段 有泰拳的階段 比如這些事情 你有沒有發覺 其實有什麼 有沒有一些共通點 或者有沒有一些 其實 原來回到音樂那裏 這些事情是 即有些事情是通了的 即有沒有 音樂上面 我覺得反而是去 鍛鍊身體 或者你提升自己的 人生自我觀點 包括我的以色列 我覺得這件事 令到我對音樂的看法都會不同 因為始終你 你怎麼看音樂呢 我覺得好看你本身的思想是怎樣 我覺得 人生經驗多了 和你那個 人生階段不同了 你會明白 對音樂的感受性也好 對音樂的了解性 你會更加多 即以前可能想要厲害 以前想要怎樣去 去征服的音樂 或者你怎樣去 完全了解的事情 但其實不是 很多事情 你會更多體會 就是很多人生歷練 你豐富了人生歷練 其實你看音樂 都會非常之不同 即好像 馬友友 他人生的體驗都很多 所以他怎樣看音樂 又是另一個看法 所以這些事情 都令到他發了 音樂不只是在技術層面上 或者你對音樂 或者你對音樂的構造也好 或者你對音樂的理解性也好 而是跟你生活哲學很有關係 那你再接觸到音樂的話 其實你會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領袖 在音樂上 所以 是的 我覺得 在這個角度 是挺特別的 即豐富一些 或者了解音樂 會更深入一些 因為我記得 很久以前 剛認識你 沒多久 會有些朋友 會評價你 就是說 Lawrence 神經病 所有的教材 都由頭到尾 全部都由頭到尾 我心想 我通常買的教材 都是兩頁 很厲害 我印象中 初期 你是一個比較技術型 或者是大家認識的 技巧上的理念 技巧 技術性很強 也要插一下鑽棍 很有型 是否這麼多年 你經歷了這麼多不同的事情 那時候再深入一點 應該這樣說 應該說 技巧不是音樂的全部 但是如果你懂得運用你僅有的技巧 但是你懂得去表達 或者適當時候用適當的詞彙去表達 或者用不同的思想 用dynamics去表達 其實可能你需要的詞彙不需要很多 你需要的技巧不是很多 但是反過來 你對音樂的instinct 和你的expression 你是需要音樂的了解 就不是樂器的了解 音樂的了解是十分之重要 我想是一直做這麼多live show concert 還有是做很多不同的production 做這麼多不同的錄音 慢慢表達回來 還有人生的歷練 我想這些事情都影響得到 你形成了你的playing 所以 我也覺得人是需要多方面 因為始終音樂也是一個藝術 藝術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 我覺得牽涉到 你自己個人的階段生活 哲學 所以這些東西 我覺得都一定要提升 才能提升到 你對音樂的本質 那樣東西 所以你說得對 所以 一開始認識音樂 因為我是先靠樂器 所以 我就會買很多技巧 但是後來發覺很多書都是不需要的 這個都是真 所以我也奉勸很多玩音樂 很多時候都是 先是play by ear 這樣也被你踢到 我覺得 因為音樂始終一定是耳朵行線 因為本來我就是因為我classical出身 但看譜也有好處 其實看譜 看行線也有它 你很快可以獲得到 那樣東西 很快上手 而且你更容易一點 不需要什麼都是靠技巧 但是主要是80%都是靠樂器 而且我早前在Facebook彈出來 九年前 我們早前錄完股 接著發布完第二天 九年前我們都在錄股 Lawrence是其中一個 我經常會找這些鼓手 就算不是你打 我找別人打 我也會去你 我覺得我們在錄音室裡面 譬如我們錄音的過程 我發現 我剛剛這樣跟他談 其實我們經常會說 這個Tick好feel 這個feel in 其實我們從來沒有說過 這個Tick強一點 或者這個Tick怎樣 當然準就已經是given 一定是準 其實我們不約而同 都是常常會斟酌 那件事是否適合 或者是感覺 感情是否正確 是的 這件事也是音樂最重要 音樂也是先感受 所以我也是覺得 音樂是要多些去感受 這件事也是十分之重要 多過你說練都需要 就是練你的手腕 練你的四肢 或者練你的手指 你玩樂器的協調 表達到你的東西是重要的 但是感受很重要 因為感受很不同 感受不同 絕對是 你怎樣看那件事 所以怎樣跟監製 跟監製 或者你跟歌手 有一個交流 和你有一個共通點 去溝通到 這件事都是非常重要 看同一件事 要對 還有我覺得現在你開始 除了鼓手之外 你亦都有做監製的工作 我覺得 有 一你開始涉獵 做製作者 其實你一回到套鼓 你那件事的看法 立即不同了 因為你會立即是 看大片 就少一些 少一些誤解 因為你都會從一個監製的角度去看 那你在你玩音樂的過程 或者錄音的過程 其實大家都很不用說 大家都感覺到 這個究竟好不好聽 你自己 就算他說好聽 你也未必能接受到 你自己也有個評判 以前你沒有評判 究竟好不好 你才知道 但現在我自己也知道 我自己也知道 這件事好不好 所以有時候 大家在工作上 不是有時候 是大家 原來CM這樣看 所以有時候 在不同的監製上 學到不同的東西 或者 反過來 可能Lawrence 提出這件事 他又有他的看法 然後我又會去想想 或者CM 我認為這樣 不是的 CM認為這樣好些 又是 其實是在open mind 去吸取不同人的看法 我認為監製和監製之間 沒有絕對的對錯 只有不同的人的看法 和taste 所以有時候 我都會open mind 去說 那個監製叫我這樣打 我覺得是匪夷所思 但又 先試一下做下去 我叫你選那些股商 是這樣的嗎 當然我和你合作了這麼久 當然有時候 都合作 先看看 都對的 有時候都對的 當然也有些 永遠都不會命 永遠都退不到那個位 但有時候 永遠都保持著 open mind 去了解別人的事情 我想不只是音樂 我想你做所有事情 永遠都open mind 去了解別人 為什麼這樣想 香港人只會罵 他覺得 不是其他國家的事情 你會不會先了解別人的文化 你才去想 雖然跟自己不同 可能猶太人 我去以色列 我們了解猶太人多了 那我就會清楚了 不一定要認同他做的所有事情 但是你又會了解他 為什麼這樣做 會更多了解 可能 又會對不同人 有不同的衝擊 我只可以這樣說 你也有做很多遙距的錄音 是 那你那些客戶是 什麼地方的人 還有怎樣來 我想我做遙距 我都算是 都算很早期 香港也好 但也好 都算是非常早期的一批 是不是第一個 我都不敢說 非常好奇 最主要我有一個使命感 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 香港不是一個 不斷擴大的市場 就是在音樂市場裡面 如果從高峰來看 是不斷萎縮的 從高峰來看 是不斷萎縮的 我覺得 如果自己有能力 可以接到 外出香港本土的工作 可以接到其他工作 那香港的工作 可以多一些其他音樂師去做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找到其他 也會令其他人 更多知道 我們香港的製作 或者我可以做到 外來的經濟 可以幫助香港的經濟 有些好 有一點一廂情願 也好 我自己認為是這樣的看法 所以自己能力 可以接到歐洲工作 我都盡量去做 但是 發覺那個市場的預算是比較大的 所以主要都是靠提供 所以那時候 基本上 大陸那時候還沒那麼流行 大陸那時候 通常都會 照找股手去擁有 和我現在可以直接搖拐 包括溝通方式 包括現在有些可以直接 沒有什麼隙間的 即時聽 聽的軟件 還有現在很多監製都流行 捉不出戶了 都能信得過網上的 網上搖拐六股 又不是跟外國人聊 又不需要用英文 用一些懂中文 大家聊一下 還有Payment 現在都方便了 所以這麽多事情 拼合在底下 所以其實 要他六股 因為六股比較麻煩 而且他們都不會 買那麽多器材 又要地方 又要股手 那麽多東西 那麽我全一一 四合一這樣 那麽 所以我覺得 這個商業是有得做的 但是 有最大的問題 就是你需要 去適當的做宣傳 你知道 我現在 譬如說 要他 我現在不是幫人做一個 電影配樂 每次都 有這麽多預算 那麽如果你每次收人 一個小預算 即六股 那麽你要花很多錢 去做市場 那麽你又好像不太划算 那麽就主要靠訊息 但我覺得市場是有的 始終因為現在 全部都在網上 但我又沒有刻意 大股宣傳 那麽 那麽 我又沒有 那麽我也是隨緣 那麽我也是隨緣 那麽我覺得 我做得 那麽事情是 有得發展的值 那麽就 讓那麽人去做 referral 那麽 找來幫忙 那麽 剛才你都分享了很多 譬如你營運一個studio 買了很多工具 那麽 拍機頻道 又是要投資很多 器材 又可能要聘請一些人手 那麽我見你最近也有做一些 譬如一些講座 或者課程 就是錄音 運音 那麽 那麽你其實出發點 是一個音樂人 那麽我當作為一個老闆 那麽你一定 要看盤數 即生意 那麽你作為一個音樂人 都是感性一點 藝術性一點 那麽兩個角色 有沒有什麽衝突 或是你怎樣平衡 那麽很大衝突 很大衝突 始終 我覺得錄音室生意 即這個business 亦都 不是一個 正在上升的行業 因爲始終科技 現在普及化很多 那麽反過來 不是那麽普及化 以前搞studio幾千萬 那麽我簡直 想都不用想 那麽 那麽普及化的話 那麽我 那麽我 亦都會 一開始是本住去追求 即買些gear去追求 希望最好的音質 那麽我都覺得是先做好 那麽質素 那麽 那麽所以 都 都用了很多錢 包括在裝修和器材上面 即同時的training上面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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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 不能那個價錢 又要調節得很好 那麽 那麽其實如果用這個budget 即使用這個質素 你太貴 那麽有些人始終會卻步 是 即是是好的 不過呢 是的 是的 那麽太便宜又容易營運不到 始終你要加租 那麽也好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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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都坊間亦都有不同的 質素 即是 都比較個人式經營 即是比較 那麽 即是 那麽 另外 一定是 那麽 那麽 就是 以及在營運的金錢上要做一個平衡 所以就要做這些最主要的決定 你做到最好一定可以的 不過物理很貴 但你做到最便宜 你的利潤最高 沒有質素也不行 所以我們要平衡 哪些東西要取捨 哪些認為值得去保留一些音樂 在錄音製作裡面本質很需要 很重要的東西 哪些可以走棧和調節 這些決策就會 我覺得最主要是這些決策 其實你也是一個在萎縮的行業 因為是科技的生意 但其實你是在延伸的 你這一兩年也在擁有混合的工作室 有一個出名的衛音師就移民了 我常常很大膽地問他 這個地方怎樣 後來都談成了他決定要放盤 不要浪費他之前的裝修 但其實我重新裝修 基本上除了擁有控制室之外 是的 我覺得擁有控制室之外 我覺得擁有價值 因為當初有人設計奏曲 雖然是樓上樓下 雖然這個字輕盈是樓上樓下 雖然不是同層 但同層也各有各麻煩 你又要吵自己 但如果這個上下層也算是好運 如果你隔壁都不想 因為走來走去 因為我有一間studio 是以錄音為主的 另外一個地方是以混音為主的 而且擁有控制度比較大 那麼你錄音樂 就會有更多不同的製作人 都會舒服 又可以擁有大喇叭 在混音上也會比較好 而且也可以放得到鋼琴 所以這個服務範圍是大了 服務範圍大了 做到的東西多了 也都全面了 因為以前沒有Gran Piano 一錄鋼琴 那些人又要去其他地方錄 現在大部份的東西都可以做到 無論是管弦樂、錄成對Band 混音、Mastering 錄增的Piano 錄Focal 我們都有很多支頂級的麥克 這些都是做到服務範圍大了 因為始終都是服務範圍大了 所以客路才會變得更多 其實也有壓力 不是說自己會做得好 所以我們都會不斷做不同的事情 包括我們剛才所說 開一些不同的混音班、錄音班 或者有些不同的project 可以鼓勵一些indy band 我們有IMPP 就是比較indy的project的package 可以給一些獨立的團體去做 我們都嘗試做這些 有時候可以幫到一些比較不大的 去做音樂 希望都可以幫到這些團體 都可以做到音樂 你做那個GIG Channel 你做了兩個Season 超過100集的GIG Stage 邀請不同的鼓手去分享 你自己享受做這件事 你去訪問其他人 你自己的過程中的感受是怎樣 感受也是一個使命感 我剛才說了 其實我覺得自己最應該去做這件事 因為就是 疫情覺得世事無常 還有我去完以色列覺得 很多事情都是無常 我覺得現在 我有一個錄鼓的studio 是應該要做這件事 最初打算聘請20個 那時候疫情又沒什麼做 不如嘗試搞這些事情 大家都有空 鼓勵一下 大家都可以 還有我都覺得 雖然我不是全心做一個 很好的音樂教育家 但是這些事情可以幫到人 去刺激一下他們 或者多些人去了解打鼓 因為我覺得坊間有很多 教技術的 但是有沒有真是說 我們都有很多用心打鼓 做了很多自己 香港獨立音樂也好 或者真的付出很多 努力的鼓手 可以讓多些人知道 他的想法是什麼 就不只是技術 所以我的激出路原意 不只是打鼓 是想多一些 多一些鼓手去了解 怎樣去做出來 就不只是技巧性 所以我要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其實從小到大 我也不太喜歡做 很多人做的事情 反而我不想去做 一窩蜂去做的事情 我自己不太喜歡做 所以我做一些 自己有自己的 價值性也好 獨特性也好 所以香港沒有人做 我做 沒有人做這些 訪問一些 那麼出名的鼓手 還有我想是從音樂角度 比較少一點 究竟你自己做一首 你自己去打這首歌的時候 你的想法是什麼 這個是從音樂性角度 去教大家打鼓 就不只是技巧性 你這樣喝就打這個 不是這樣 你會不會再繼續拍的 很想啊 有沒有人知道 基本上是花了我的錢 其實很大的投資 那兩年是 都花了幾十萬 但除了營運上 製作上 你要克服的事情 你自己 每次都跟一個鼓手朋友去聊天 對你自己有沒有什麼 衝擊或體會 其實都會認識 其實本身我也認識他們 但你說真正正坐下 知道他們什麼想法 也會有驚訝的 即是我本身 原來他是這樣想 或者他本身 原來個人是這樣的 即是會 再深切了解做 因為始終你說 鼓手鼓手之間 你不會常常合作的 是基本上很 基本上不可能 就像是BASS 是的 即是我有時打Percussion 也有時跟Drummer合作 但是呢 你說鼓手鼓手之間 很多溝通 其實基本上是不多的 很多時候都是 流於大家說個Hi 說個少許片面的事情 但真的坐下聊的話 我都覺得是 互相影響 大家想的事情都會有些不同 都是一件好事 還有我覺得 香港真的需要有個頻道 真是說 很用心拍 我也很 proud of 那個quarty 即是要很多angle 可能拍得住 我那些什麼什麼 即是那些頻道 我也覺得 香港挺好的 香港 我做完我覺得自己無悔 你不會做 哇 做完這些事情出來 脫皮脫骨 也不知道看不看好 我也有信心 這個quarty 大家都會看得舒服 可以表達到一件事 真的漂亮 可能外國人 看完這個香港頻道 不會覺得失禮 這個quarty 不行 我不想看 因為現在你都覺得 quarty好 那些人才有心思去看 網上那麼多選擇 因為拍得好太多 對 還有我當初是希望 多一些其他外國人 知道我們香港音樂 始終我覺得 都是有些限制 始終你語言上 你又說廣東話 我又不想說英文 除了Padrick那一集 對 那些真的沒辦法 對 賺普通話又不是說太多 很奇怪 不斷說普通話 我用回自己會更舒服 所以也會影響到 觀察數目的 我相信你說 轉做普通話 或者國語 一定會觀察數目的 但我來到不是為觀察數目的 我只是為了自己本土文化 或者多一些我們香港人知道 提升我們下一代的質素 因為現在我覺得 很多學股都是要對著這份譜 不問因由 打完就很開心 我覺得這個只不過是基本 你最主要了解它 why how what what 打完之後 how why 這是很重要的 為何要這樣打 你怎樣打得好 這件事 你不只是音符 音符即可以表達到一些東西 所以為何我是受著 classical 即是我自己 在classical 學習上面的不足 可以更加知道 流行音樂應該要多聽 因為我們自己做錄音的 我們有很多剔子在一起 那你敬練這個版本 其實是不足夠 而且不是我們本質去這樣學 你應該了解到 原來 可能一百個音符都可以 你只學過一款是不行的 你要學懂 我剛才說 我本身打鼓也是學Jazz 學Jazz 會比較多音符 多一些創作 就不是說 死糊糊地跟著去打 我都覺得這件事 都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創作 所以我也想第一件事 希望下一輩 學打鼓的人 或者覺得有需要的人 都知道 原來打鼓是要這樣創作的 那首歌 原本是怎樣製作的 那個鼓手是這樣想的 希望在音樂上 就能幫得到大家 不只是打鼓技巧上面 而且了解多些香港的音樂 你又完成了報道 你現在又在泰拳的階段 未來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展望 即是你都經歷了很多不同的階段 會不會有一個新的階段等著你 或者你有什麼新的想法 是很想 我打算今年會開展到一個新的計劃 有什麼在想的事情 其實 其實真的在想新的事情 音樂裏面我也是隨緣 音樂裏面究竟我是作一個drama也好 監製有什麼新project 那些隨緣 因為我覺得也不是我自己控制的事情 即是studio也正在營運 所以音樂裏面是這樣 你說接下來的新的project 我自己反過來 我自己個人 就跟以前很不同 我現在比較靜態一點 多些看不同的書 比較喜歡看書 不是很偉大的 不過我真的想可以 有些東西可以影響人生活比較多些 對社會是有些正面一點的影響的東西 因為我自從中年危機之後 這件事我要補 即是人生在倒數 有些什麼是不斷有意義呢 其實看很多書 除了知識上面的東西 都是在我 在我的人生哲理上 靈性上 我都不斷追求究竟 你究竟是什麼呢 究竟你剩下的時間 還可以有些什麼 其實我是在找一些 可以改變別人生活也好 有些東西是可以 不只是金錢上面的收入 我希望可以做一些 比較有意義的事情 我未想到 不過我希望 照著這個目標上法 但第一件事 我就要多些 世界觀要多些 所以為什麼我不斷去看很多書 希望 然後才想到一些計劃 如何可以令到 可以希望達至我的目標 因為我沒有小朋友 就可以多些想社會 或者個人一點的東西 不是想著說下一代 很多人就說 那當然你下一代 你都可以想這些東西 我不是說不 不過我就可以focus一點 因為很多人會把 大部分的人生目標 都給了下一代 我沒有這個負擔 我就覺得 要看看會不會是 對身邊的人 或者對社會 或者你對這個 大自然這個地球 你和它是什麼關係 開始會想一些 所以我不斷去摸索這件事 暫時沒有摸索到 但希望都是 儲多些錢 開展新項目 還有 看看自己 再聽一下自己 心裡面的聲音 究竟是在做什麼 我相信都不容易 但如果很闖絕 做到一個決定 我都覺得未必是一個好事 因為這個都影響我之後 未來我剩餘幾多lifetime 去做的一件事 因為 以你的性格 你應該一開那一堂 你就會 一往無前 然後就整副身家 丟下去了 所以你都要很小心 很謹慎 因為我物欲真的不是很強 我物欲不是很強 但最主要 都是人生有幾件事 你身體 你自己的理想 當然有適當的金錢和收入 或者你自己的事業 和你家人 這些事情 所以我和我太太 都不斷地探索不同的地方 多一點眼界 擴闊一些 我覺得 很多時候 先等退休 先做 我覺得不是的 有很多事情 要趁早做 我和我太太 可能之前工作時間比較多 現在多一點自由時間 我覺得應該 可以和太太 或者去多一點不同的地方 去體驗一下 我覺得錢 你老了都可以賺 其實不一定 很多人說 不是年輕人多錢 都是的 但有些事情 你真的需要 不是放棄你賺錢的時間 去趁年輕人去做了先 多一點體力的活動 應該趁早做 比如去新疆 我接下來要去西藏 這些事情 我都應該趁早做 這些事情 之後我不會後悔 或者歐洲的購物團 或者什麼的 我覺得你不是很急 去做 所以我覺得 人生規劃 十分之重要 所以 暫時是這樣 你說你很喜歡看書 可不可以介紹一本 你最近看的書 給大家 那要想一想 我看很多都是實質的書 比如說 整個地球有什麼新趨勢 比如說 能源的分配 比如說 整個地球 國際之間的關係 環境 氣候變化 都說了一堆書 我都不太記得書名 都是說 例如2050年 你會批評到世界是怎樣 你去很多書局應該有 比如說 《世界新趨勢》 或者這些 這類的書 我也覺得很值得去看 你就會知道 其實 有個世界觀是很重要的 包括不同國家的出口 他們的製造業是怎樣的 這些東西都是 對我去討施 將來究竟要做什麼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知識來源 因為 你自己計算一下 現在2024年 還有20多年 2050年 20多年 差不多 科技 科技你也要知道 當然 不同的結淨能源 你也要知道 整個地理環境 不同的地理環境 變化你也要知道 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 你也要知道 我覺得挺有趣 我喜歡看一些比較實質的 小說類型的東西 我就少看了 今天很感謝Lawrence 謝謝你 我一直跟他聊天 其實我不停想起 就是 我之前也聽過一個說法 有些藝人都這樣說 就是 你是一個鼓手 before 你是一個鼓手 其實你是一個音樂人 before 你是一個音樂人 其實你是一個兒子 丈夫 兄弟 朋友 然後到最後 其實你是一個人 就是所有事情 都是源自 你首先是一個人 你怎樣去經歷你的人生 你的人生有什麼看法 沒錯 你才可以把那些東西 放在你的創作 放在你的音樂 才會是一個好的音樂人 我聽這個應該是馬友友 是嗎 是的 我聽過 我馬友友肯定有說過 不過 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人說 不過我都覺得很適合 因為我開始接觸這件事 我都試考過一段時間 你說這件事 確實是我想說的 其實 尤其是可能我認識你回來 你覺得你只是一個人 是的 所以你要了解人之外 你要了解你本身 你做人的哲學上的觀念 你才在講音樂 你才在講你見樂器 是的 所以其實 真的 人應該由宏觀看回味觀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 人生處世 其實 因為真的 糟糕了 因為中聯危機 令到我覺得 我自己想事情 變得很 不是叫老 你會變得 那些東西又通透了少少 即是五十之天命 我覺得 我又未去到五十 不過問題是 我就會開始想這些 還有很多東西 你是需要放開 因為你不放開 你還是撿住 我做一個很厲害的故事 你永遠撿住這件事 你永遠都拿不到另外一些東西 所以很多東西 不需要強求 就是 You are what you are 盡力去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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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一刻認為是重要的東西 因為你是不會 因為人每個人的時間 是只有這麼多 是的 你不會多了 不會少了 你努力去做這件事 你有其他東西會失去 是的 你有東西失去 你也有東西會得到 所以 你首先 你第一回想 你會確立你的目標 以及捨得放手 你永遠都想著自己做一個 哇 永遠都是一個很熟悉的音樂師 很成功的音樂師 沒錯 你可能達到這個目標 但你也有東西會失去 有時候 你可能 音樂師 可能你年紀大了 少了人找你 或者 有些年輕人不敢找你 你又嫌你老 或者怎樣也好 然後我覺得 每個人有不同階段 去 moving forward 不用想回以前 很多人都會覺得 經常說以前怎樣 其實不用想以前 只要你去努力 去繼續努力 去做現在你身頭上的事 你心態正確 心靈健康 你給人感覺身體健康 感覺精精神神 你有正能量給別人 別人自然會跟你合作 你一定要有條新的路線 我覺得是這樣 以前很執著某一件事 但現在不需要執著 我未說看得很通 不是說已經要出家 或者做了什麼 超級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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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靈氣很厲害的人 我不是這樣 但我都自己要想 自己要想 自己要想你那套是什麼 我也覺得是這件事 但做人最重要是善良 我也覺得 我不是說很善良 我不是這樣說 盡量學習 但善良得來你又要懂得去 我覺得都要去練習你的智慧 累積經驗 你又要去智慧 因為你善良 你做了豬隊友 也可能會連累很多人 因為你愚蠢 從來沒有人會覺得自己愚蠢 但愚蠢只會影響你身邊的人 你不會影響到你自己 你會連累其他人 所以磨練自己的智慧也重要 我覺得可以累積和磨練回來 你的知識也重要 所以你回到知識 和鍛鍊你身體也重要 你身體不好 你心靈就不好 你心靈不好 你就算有這些事 你也做不好 所以去保持生命裏面 最重要的幾個球 我其實都是最重要的結論 其實是很重要 一個牽連一個 你身體不好 你心靈一定不好 你心靈不好 你做的事又不好 所以很多事都在一起 但起碼你有身體健康 你精精神神 你就會有很多事 就算沒有目的 你也做得很好 至少先享受你的時刻 你身體不好 就享受不了你的生活 所以很多事都牽連 所以大家努力 好的 多謝你Lawrence 多謝你 謝謝 Thank you 平安 thank you 謝謝 謝謝 Cat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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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